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准备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一起读听的时间了 今天要读的是诗篇第63篇开始了 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忠诚如此赞扬你 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在你 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经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飞游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在美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膀的硬下欢呼 我先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但那些寻所要灭无命的人 必往地底下去 他们必被刀剑所杀 以被野狗所吃 但是王必因神欢喜 反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 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 今天的读听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一起读听哦 拜拜